大家好,我是Peter,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是1月1号,也祝大家2022年新年快乐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NFT的交易的秘密 或者是说你交易的方式跟你自己的策略 为什么提到这些呢?因为有些朋友问我说 NFT的交易是否跟传统金融交易有关 甚至说NFT的交易是否跟我们平常买卖有关 那怎么样可以在NFT的市场里面持续获利 那我今天就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个人错误的示范 以及一些朋友之间大聊天说 哇,我觉得这很好策略,在这边怎么样跟大家分享 让你们少走一点弯路,好吧 那么2022年就是一个很好的NFT的年 大家可以赚大钱 好,那现在第一个先跟大家分享一下NFT的策略 简单来说,第一个 如果你在买NFT的时候,你要先想清楚 你自己想要用什么样策略买NFT 有些人是说我做NFT的时候 那我只去mean free NFT,什么意思呢? 市场上有很多的项目其实是免费的 什么意思?就你如果去mean,或者是有些是完全免费 有些可能是前500,前一前是免费 那如果你在免费的时候mean NFT,基本上你的成本非常低 那代表你的风险很低 就算这个项目最后归零了 你所损失的还是只是Gas fee 就是所谓的交易的费用 那第二个,有些人觉得说 我不要在市场上买 我只要去买所谓的白名单 那上一个视频跟大家讲 介绍到怎么样取得白名单 得到白名单的好处就是你在市场 不是很明确的状况之下 当一个项目,他刚开始卖他的项目 你可以在第一阶段就投资他的项目 这等于是你相对你的风险也低 那你拿到白名单之后,你可以确定 拿完白名单之后,你再确定你是否要去购买 或是参加他这个所谓的融资就是mean 去铸造他这个币业 你可以等 一般如果说你白名单拿到手 那公开发售通常都是在 就是私募之后呢 就是presell之后才会public sell 如果是8888个 那可能有一半的部分是presell 那一半的部分是public sell 甚至呢更多的是presell 一般人的策略是等presell超过一半以上 那你才确定说 哦,这个项目是好或是坏 那你才打算去mean或是不要去mean 那再来 有些人如果懒得在discord里面升级 懒得邀请人的话 那不太有机会拿到很多白名单 那他就是在二手市场上买低卖高 那我们怎么样在二手市场上买低卖高 如果大家有机会在市场上看久了 你就知道这个其实是一个韵律的 价格是一个韵律的 后面可以跟大家再分享更多 那另外一个投资的方法就是只买蓝筹 一般的小的NFT或新的NFT基本上都不碰 那蓝筹就等蓝筹价格回落到无人问津的时候 去买蓝筹 这其一 其二当大家在讨论一个蓝筹的时候 这个蓝筹就是有一个动能 就是momentum 这个momentum trading就跟sweet trade 就跟一般普通的传统金融交易是一样的 当人家谈讨论一个蓝筹的时候 你就会去买这个蓝筹 那这时候蓝筹就往上涨 那这边跟大家可以分享几个例子 跟大家分享几个例子 那就是之前 我们讲到free mean 那市场上是不是很多free mean呢 比如说最有名的free mean是这个noment noment最早其实是free mean 那刚开始价格基本上非常非常低 就0.00几而已 但是呢 它其实中间经过了一段时间 让大家认可 它是第一个online的这个所谓的online game 就onchain game 它的所有的游戏跟方面都做在区块链上的 那你看它一刚开始其实它是价格非常低的 只有零点几而已 最多其实涨到了将近快要13个eve的 那现在又回落了 那这个其实是最有名的一个free mean game 第二个那当然就是nft world 大家如果都对元宇宙有理解的话 那nft world其实是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项目 那将来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讲到元宇宙相关项目的这些选择跟分别 那nft world在最早的时候是free mean 那free mean之后大概市场大概0.3左右吧 但是大概一直终于很长时间一直掉掉到0.1几 那直到呃大概是11月初的话 那很多人开始知道它这个项目好坏 那它因为它项目本身团队非常棒 那所以它整个项目现在一直起飞 现在大概是已经到2.8了 那我们讲到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方式呢 那这个障碍就是第一个free mean 那我们刚刚讲出去free mean白名单买在低点卖高点甚至能走股 那我们再这样讲到第二点 就是你交易的时候千万注意偏万别在二合手势上买到一个formal 什么意思呢formal意思就是fraid of miss out 我怕我生怕我买不到 那这边给大家举个例子 呃之前 那这边在二手市场呢 好这边有一个叫做metraverse metraverse其实是一个呃机器是一个恐龙 然后后来出了变种恐龙就是机器型恐龙 那最早它其实是一个蛮热的项目 你看最早出来的时候 它将近floor是0.6 那一直跌一直跌比较现在是0.1几 那很不巧的时候那时候刚才出来的时候在这边买买到了一个0.8的一个价格 那你想想看0.8到0.08那时候这跌了大概只上10% 那蛮幸运的是买到那个是一个非常稀有的皮肤啊全部只有55只最稀有的皮肤 所以我在一点几的时候出了就把它出掉了 那得到的课就是得到的经验是如果你太晚出等于是这个opportunity cost 你这笔钱一直就锁在这里面那当然是运气好在二手市场买到一个rare就是比较稀有的那大部分是买不到稀有的 买不到稀有的时候价格其实是跌的很惨 那第二个例子比如说这个mutium pump city mutium pump city这边这个项目刚开始出来其实很火他的disco也是很多人大概二十几万人 但是他面不完为什么因为大部分都是机器人那非常不巧的是我在这边其实大概买了0.2到0.3之间买了三只 那到现在他的floor是0.05那等于说你说0.3的话他是跌了70%吧 那索性三只里面有一只rare那这只rare之前在0.2几的时候其实卖掉了等于是cover the cost把之前的成本拿回来那剩下两只 剩下两只的话那就是等于是当成自己的纪念品知道自己千万不要再犯这种错误不要在二手市场去买未开箱的这个nft 这个其实风险非常大 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刚刚讲的第三个是什么 购买数量控制我们都知道poker player如果大家玩復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手头上的牌如果是好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 好就要冲那如果牌不好呢牌不好你就要盖牌 那如果你手头上的nft不是一个好的nft的时候如果你想尝试风险那当然风险是你买一个两个测试一下有赚就跑 好那如果是一些顶级的团队很好投资人那像这种叫棒很有潜力的nft你有机会可以命拿到白铃蛋的话那你应该就是想办法大巨大就是想办法maximize最大换的利润 比如说那之前有些可以抽奖的这个比如说Mekaverse就是这个机器人之前这个钢弹机器人好多人刚开始0.2可以去命他最高价格其实涨到稀有的十几个亿有些人用机器人甚至用自己手手工这样子去开20个账户开30个账户那有办法开出来之后呢那他去抽可以抽到两三四五支 对他来讲就是最大化利润甚至说一很好项目的话那你可以在价格低的时候进场数量多一点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算是成功的案例 那比如说Dust Breaker那为什么要讲Dust Breaker呢那Dust Breaker他其他团队后面他其其中的Founder其中一个Founder就是Twitch的Cofounder那他后面也有好多大的资本投资他们那最早在这边是出来的时候是刚好我有办法去Main 到Founder就是去Main那他是玩游戏之后呢他然后让你去Main那我有两个Main的机会所以我Main的两另外呢在市场上我也想办法去捞了四支所以一共有六支那除了Main的是0.069那之后买的都是在0.1几 所以成本基本上你说六支基本上但是如果四支0.1几的话就0.1几大概是0.5 在0.6几吧0.7左右的成本那但是0.7左右成本六支全部都卖了卖在1.6到1.8之间 0.16到0.18之间那你讲说哇这个可以涨到0.3几但是我们不晓得吗 所以基本上呢就是把你的利润最大化之后呢你等他跌回来之后再去捞底所以中间其实我现在这个手头上还有几支是在买在0.12跟0.14之间那是找一些比较 rare的那非常少那中间他其实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的沉寂啊因为这个项目开出来之后还有很多很火的项目大家都走去很火的项目 其另外一个策略就是等你上目很火之后呢在中间的地方捞底这些都是捞底的机会啊那捞完底之后到新年他们又发了一些新的新闻之后价格马上回到0.18了 那dustbreak是一个你看比如说这个这个当初出来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我其实我又回去买这个是我回去买了0.135 那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那给大家看 那我们再回到下一个 就是我们刚讲到这个购买数量 那再是控制风险购买数量跟控制风险其实是一样的 那比如说你手头上有一定的资金那你必须要控制自己说你每一个tray应该在你的资金百分之多少 那传统的金融如果你做过交易的时候一般都跟你讲说你不可以做超过两个percent的这个loss 就是你自己控制在你的风险在两个percent之内但是你在nft你也可以去计算说比如说你那个pool是十个亿 那你可以控制在两个percent的话那就是0.2个亿那你可以注意说你每一个tray是不是都超过0.2个亿你就要想办法就做一些事情呢 那就是控制风险那再来第五个就是让赚钱的持续赚钱那亏钱的止损那我们在英文就是let the runner run the runner cut the loss 那怎么怎么说呢let the runner run我们都知道有些时候呢市场刚好转变的时候会让一些亏钱的你的项目少亏一点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很好机会把你的亏钱项目的钱拿回来那这个其实是所谓的机会成本如果你没有把你亏钱项目的钱剩你的钱拿回来的话那这个钱等于是靠在那边也没有什么意思那第六个就是你要阅读nft的市场 那我们知道nft的市场转变得非常快那之前facebook变讲改名字改什么的那同时间有几件事情发生第一就是sandbox的币涨了三倍两天之间涨三倍第二个decentral land币也涨了三倍那币涨完之后呢就跟着币涨那我们认识的朋友是第一时间他就放20个亿进去那币涨了三倍就变60个亿 之后他马上把那个60个亿马上去买sandbox的地他从一乘一然后买到三乘三那三乘三现在地都已经三十几个意思那其他两个三乘三地就已经把之前说的钱都已经赚回来了那这边其实就是在一个市场转变很快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依着市场的转变而去配合那现在其实整个narrative英文讲narrative就是市场上大家 流行的方块流行的区块现在就比较像是3d的avatar3d的这个3d的avatar那就让大家有办法在元宇宙里面用你就3d的那第二个就是大的是大的品牌会注意跟时尚有关的那这个其实是其一那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再讲一些 例子好了 那我们刚刚讲到买在对的时间那这一个 FYAT logs那这个其实也会跟大家介绍 现在这个是0.17 那蛮有幸的这个最早的时候我有机会去命我命完之后去第一时间我大概 百分之六十就获利了结了 但是一直等时间等他回档想要一直重重重进档但是他现在其实回的 不多那不多代表什么如果你想要这个觉得这个项目不错的话那你必须要等他有机会再回那再想办法进那这个就是一个 你自己的策略了那有些的策略是我指命然后我把加50%升加100%我第一时间我就把 我放进去的钱先拿回来比如说我命了三只那我其中两只我占百分我只赚百分之五十我就卖了 那我只把我成本拿回来那剩下第三只等于是送给你的他们就是free run英文里面叫free run 那你送给你这个就算是赚跟跌其实你成本已经拿回来了所以你的心理压力不是很大 那这是一个不错的做法就是如果你有机会在低成本去捞底了那你可以先把成本拿回来其他的话就让他自己跑 那讲到一个很有名的就是nenonpass那这个projectnenonpass这个这个项目其实蛮有趣的就是你有持有这个项目的话他每个 礼拜都送你一个blackbox给你黑箱黑箱里面有其他的其他的项目的NFT甚至其他项目的白名单 但是很不巧的因为我命完之后这个项目其实涨到两个e 没有机会但将有一些成交在两个e 1.98 1.9几 那其实他命的时候其实零点没记错是零点八吧 零点零八零点零八八 那所以你找到两个e 基本上你已经赚了 将近一百倍了 零点一找到两个e 是二十倍 对不起 涨了二十倍 所以一般人如果你命的这么便宜那涨到0.1几大部分都卖了 但是卖的你要想办法捞回来 对不起我就做到了 虽然我命了呢但是我没有卖最高 那卖在0.1几 1.6几 1.6几之后又涨回到0.65 0.65又把它买回来 那又卖在0.9几 那你要在这边操作其实很不容易 因为你必须长时间要跟着这个项目 你等于要有时间盯着它 那如果你对这个项目很熟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区间在什么地方 那有些人就是可以买在0.6几 然后卖在0.9几 买在0.6几 卖在0.9几 那如果你的数量多的话 那其实利润也是非常可观的 那再跟大家讲一下 下一个我们刚刚讲的下一个策略 刚刚讲到买在对的时间 那持续的跟进跟分析 那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做交易 那你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是赚钱或赔钱 那其实很不容易做这个跟进嘛 那有不错的跟进的这些软体 那这边跟大家举个例子 那比如说这边有一个软体 叫做Nation 那Nation其实就是看 你可以看到你自己交易之外 你可以看到整个市场上的变化 那它很重要是一个叫smart money 你可以看到大的这些 投资人或是金鱼他们的动向 甚至有一些钱包他们本身钱包动向 甚至这个大的player他们到底是这些trek 怎么做然后怎么赚钱 那当然这个是需要付费 那第二个如果你比较 比较这个仔细的人 那这像我的朋友 这是我朋友henry他做的 那如果比较仔细的话 那就可以做一个类似这样子 有时间名字 那还有不同的地方 你如何取得这些NFT 那你可以在这边NFT 里面你可以做一些记录 比如说我是命多少钱 对不对 那最后价格多少 该是多少 最后多少 你可以有一个trek 你可以知道说 哇我搞半天我这是赚钱或赔钱 你这样最后才知道 你到底这盘声音是赚钱还是赔钱 那最后呢 我们讲到除了持续跟进之外 再就是分散风险不同的NFT 跟锁定获利 什么意思 那比如说跟分散风险跟不同的NFT 那分散风 先讲分散风险好了 那我们刚刚讲 分散风险呢 我们除了最平常的就是PFP 就是所谓这种profile 就是你的profile的这些NFT 那再来你可能去买一些 比较有趣的 比如像我这个叫做Kumo World 那这是有机会我去面的 那这个其实是是第一个跟童书有关的 虽然它价格现在是Blow的Main price Main是0.06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整个团队 其实他之前Promise所有东西都在做 那他其实这个东西 我觉得他只要稍微还有一点 稍微在盘一段时间是很有机会会涨到0.06以上 那甚至他是因为是做一些诱饵教育相关的 所以甚至他将来是会有这个卡通 那还有童书 那所以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项目 当然不是在这边跟大家推荐 只是说你要做一个Diversify 那教育那第二个就是这个Scholar 那Scholar这个Founder叫做Clark 那Clark其实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那为什么这个Scholar是一个所谓不错的Diversify 就是他其实也是做一个教育 那他里面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活动 让你参加这个活动 那比如说你参加这个活动之后 你可以取得Scholar 这个他有一些点附给你 那点数你可以换一些不同的其他东西 那主要他是帮助你在里面学习 他会给你一些Web3 3.0 然后还有一些区块链的一些课程 让你去上 上完之后你这里可以 他这个叫做你上完课可以获得B 上课可以得到额外NFT的好处 他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项目 这边也跟大家推荐 那当然除了这两个之外 那还有一个叫做Midnight Breath 这其实是日本人在住在荷兰 那为什么这个觉得蛮特别的呢 他虽然也是别的蛮惨 但是我觉得因为他是少数几个做Banner 我们知道如果你的推了各个不同东西 他其实以Banner为NFT 而不是我们传统的Profile的Picture 那如果你看到我的推的的话 你就看到我推的后面就会有一个这张 就是他的这个传统的NFT 那再来的话最后 最后就是说当你的NFT赚到了 那你要怎么样锁定获利呢 那比如说像这个Nano Pass 之前跟大家讲如果我命了 那我命了0.088 那已经涨到了一点几 那已经涨了二十倍 十几倍二十倍 那我还不卖 那我要干嘛 虽然我知道他的获利 他的后面的这个项目 会有很好的这些东西发给你 比如每个礼拜给你一个Black Box 有些人甚至Black Box 抽到我好几个Ease的东西 但是必须是几率 那放在桌子上的钱你不拿 那请问什么时候拿呢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获利了结 你有钱赚到持续的 就是要把钱放到你自己口袋 这样才有办法一直持续的 在待在NFT这个市场里面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也希望在新年一年 大家有办法做出更好的交易 然后有办法在市场上持续获利 那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那我们都知道2021年是一个 非常夸张的年 我们都知道哇有什么Pepsi 然后Borea Club 然后一起很明显的事情发生 让大家 其实很多朋友Borea Club 就是赚的已经是真的是百倍了 你可以在0.5的Ease买 那现在其实是50几个Ease 所以这其实这几个月的时间 那你要讲NFT基本上都是泡沫 那我们看吧 2022年NFT一定是会比2021年NFT 更成熟更多人用 那如果你去Google 看Google Search的资料 NFT已经超过Crypto了 就是为什么 越来越多朋友 往NFT这个方向发展 那也希望大家心里快乐 谢谢大家 Cheers 请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Twitter 好 谢谢大家 Cheers